弟兄姐妹感谢主新的一个礼拜又摆在我们的面前 我们一定要相信在这个末后的世代 神正在寻找一群就是愿意以神的国度为面的一群人 那就是得胜者 那今天我们要读第八章第八章六到十一节 我们一起来读 拿着七之号的七位天使就预备要吹了 那弟兄姐妹其实他们已经准备在那里吹 那等到什么时候开始吹呢 就是等到教会地上的教会开始祷告 那这个地上的教会的祷告升到天上去之后 这个就开始从天就发动了这后面的七之号 那这个天使就要吹的 那第七节 他说第一位天使吹号就有豹子和余火掺着血丢在地上 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 一切的清朝也被烧了 第二位天使吹号就有仿佛火烧着的大山 扔在海中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 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 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 第三位天使吹号就有烧着的大心 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 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重水的泉远上 这心名叫阴沉重水的三分之一变为阴沉 因水变苦就死了许多的人 那弟兄姐妹当浩筒吹响的时候 这些事情就一件一件事就要发生了 那他的特别第一位天使吹号的时候 那气候就发生激烈的改变 激烈的改变 这个三分之一的地受到影响 三分之一的树青草都被烧毁 那弟兄姐妹大部分人都不会以为 青草啊这个树啊有什么重要 那这个青草是神赐给这个野兽呢 这个动物吃的食物 但是对人来讲好像不是多重要 那特别在这个世代里面 我们看见重要的是什么呢 金融比较重要 资讯产业比较重要 那台积电叫做护国神善 那五姬六姬一直要发展下去 但是终有一天呢 人就会发现神所造的青草树 是何等的宝贵 那第二号吹响的时候 就击打了海啊 就三分之一的这个海运就停摆 这将造成了经济的危机 2021年海运的运费高涨 有关海运的股票 一直涨了好几倍 那最大宗的货运 其实是靠着海运 那三分之一停摆 这世界就会知道 神所造的海是何等的宝贵 那第三号吹响的时候 是有关于水资源的危机 特别淡水的资源 那弟兄姐妹到今天 已经是全球非常严重的问题了 所以当第三号吹响的时候 世人就会知道神所造的水 是何等的珍贵 虽然水好像多得不得了 但是其实是非常珍贵的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看见当号筒吹响 那其实这个要告诉我们的事 不只是这些灾难的产生 而且重要的是 七年大灾难就已经开始了 那世界正在受苦痛的时候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得数的日子就已经尽了 所以弟兄姐妹 怎么样面对最后的日子呢 不是讲我们怎么样逃避这些灾难 乃是预备我们的心来 迎见我们的主 主告诉我们说两件事情 在末世最重要的是 第一个是预备 第二个是警醒 第一件事是警醒 你要看见这世上这么多的事情发生 就告诉我们说事件已经尽了 那再来就是预备 prepare 你一定要预备好 预备好 那当你预备好 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 来迎见我们的神 我们可以欢喜快乐的 迎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上帝赐福给你 祝福你 这个礼拜反事顺利 道路很通 阿们